哦 流星 灯光再往后一点 好的 好 这样就OK了 终于可以好好玩游戏了 流星 舞台都布置好了吗 放心吧奶奶 话筒测试过了 灯光也调试好了 珠珠 多谢你的帮忙 今晚的才艺表演秀 你准备表演什么呢 我准备表演 讲故事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 奶奶 你不是一直听戏曲的吗 现在也开始听流星歌了 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位神秘歌手 没有人知道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我们都只能从电台里听他的歌 我就说上次爷爷没修好 刚好唱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 没关系的奶奶 我带回去帮你修一下 谢谢你珠珠 期待你晚上的表演呢 再见 这下应该可以了吧 这里简直就是输的海洋 修好了 修好了 嗨 你好呀 对不起 吓到你了 我叫小西 我是珠珠 我刚刚没看到你 你会隐身啊 好酷啊 才不酷呢 因为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变色功能 就像这样 哇 从小到大 眼神给我带来很多烦恼 同学们 下周的音乐剧演出 有哪位同学想报名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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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你 还有你 老师 我 好可惜 小西今天不在 她唱歌挺好听的 每次我想要表现自己的时候 就会紧张 然后就隐身了 如果都不能被大家看到 我还怎么展现我的才能呢 我听邻居朋友们说 你有很多办法 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隐身 我这里有一本书 是关于一位魔法师的故事 应该能够帮到你 跟我来 故事时间 现在开始 在遥远的魔法大陆 有许多学习魔法的人 而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魔法师 必须通过一场特殊的考验 现在 我是魔法师雷登 你是我的学生李德 哇 我会魔法 你很有天赋 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很多高阶魔法 是我最聪明的学生 魔法力量 一飞冲天 炙热火焰 凌雪风暴 哇 我们这次来光明镇 是因为最近有一只怪兽 常常来捣乱 有怪兽 看我用魔法打败它 这也是你的进阶考验 只要你能完成这次任务 魔法牌就会被点亮 你就能成为一名魔法师了 我等不及了 当我的魔法牌亮起来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 见证我的英雄时刻 那是什么 原来是第一龙 它到处想夺亮晶晶的东西 我们快跟上 糟糕 它夺走了光明石 如果在明天太阳升起之前 我们还没找回来的话 这里将永远被黑暗吞噬 不用担心 我们去把宝石找回来 看 光明石在那儿 现在看我的了 魔法力量 亦飞冲天 小心 好险 魔法力量 炙热火焰 魔法力量 炙热火焰 冰雪风暴 什么 小心 不要和它硬碰硬 记着 专注于你的任务 是的 是的 光明石才是我的目标 紫翼龙能够看穿我的招式 所以我才过不去 我知道了 魔法力量 引伸 魔法力量 引伸 紫翼龙 来追我呀 我在这儿呢 引伸 任务完成 我们快把光明石还回去吧 等一下 魔法力量 变形 这样 紫翼龙就不会再回去捣乱了 这是什么魔法 我也要学 这是变形术 以后我会慢慢教你的 太感谢了 两位魔法师 你们成功拿回了光明石 恭喜你 通过考验 现在你是一名真正的魔法师了 我成功了 只要你足够专注于所做的事 你的光芒会没看到的 魔法力量 引伸 哇 好厉害呀 就这样 彼得通过了进阶考验 他和雷灯也将踏上新的冒险旅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这个故事好酷 我们用智慧战胜了恶龙 魔法力量 隐身 可是 我跟书里的魔法师不一样 我只有在紧张的时候才会隐身 我无法控制他 我一直在渴望着我的舞台 而机会 一次次 将我去之门外 当你紧张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要放弃 你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足够专注于一个目标 我们就会被看到的 专注于一个目标 小夕 你有什么想实现的目标吗 我喜欢唱歌 也写过一些歌 我一直希望能够站在舞台上 面对面给大家表演 舞台 我知道一个完美的地方 今晚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故事 不过不是由我来讲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小夕 我 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他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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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你的舞台了 放轻松 等等 猪猪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台上唱歌 加油 人呐 这难道是魔术表演吗 小夕 紧张也没关系的 集中注意力在唱歌上 你可以的 只要你足够专注于所做的事 你的光芒会被看到的 嗯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集中注意力 我一直在渴望着我的舞台 他在哪儿唱的 可你会总将我去指门外 你觉不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啊 是在哪里听过 哎呀 没人看到我的存在 诸诸带着我去书中冒险 我的内心开始改变 一种神奇的感觉 鼓励我勇敢向前 当我放声歌唱 凝聚所有人的魔火 哎呀 他就是那位神秘的电台歌手 好好听的声音 光芒万丈 光芒万丈 哇 哇 唱得太好听了 我们还要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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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听 小夕 你的表演太精彩了 恭喜你 谢谢你猪猪 你帮我实现了梦想 嘿嘿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其实我早就听出来 你就是那个电台歌手了 小夕 之前我只能在电台里听你唱歌 今天终于听到现场了 你能帮我签个名吗 当然可以 欢迎你以后常来参加我们的表演秀 好啊 这里可是我第一个真正的舞台 太棒了 我在这儿 我明白 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 尽管才能各不相同 但我们都会一种魔法 那就是 只要能够专注于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会光芒万丈 被所有人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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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